- 中信兄弟的選籤分析 哈囉大家好,我是山莉 上半季爭冠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選修日也同樣在倒數了 在統一台鋼未選擇之後 盡量為大家送上中信兄弟的選籤分析 除了2019年握有版本籤以外 兄弟近年來因為戰機長紅的關係 選修順位基本上都落在中後段 今年更是因為奪冠加台鋼的加入 已經排到第六順位 這在四隊時代等同於是2-2的席次了 針對今年選秀 林蔚祖總教練算是保命掉家 沒有透露要選多少人 也沒有特別講一個補強方向 但除了官辦測試會派出最大陣仗的 13人到場觀看以外 後續也舉辦小型的測試會 邀請10幾名選手參與 包括旅美歸國的徐基林 那本集影片就要我們瀏覽一下 兄弟現階段的團隊戰力陣容圖 按照各首位逐步分析 最後來預測一下首輪 也談談我個人認為 黃三軍今年的補強方向 首先來看補手 則是兄弟今年尋找羊炮的位置 雖然實際使用的時間不長 但也能看出他們對自家補手的現況並不滿意 特別是火力 所以才會想找不來洗 去年主要的兩位補手 高宇傑、陳家居 整體有OPS加多未打80 在聯盟團隊補手的打擊率排行中 與富邦漢將並列最後 技能主戰依舊是這兩位 直到高宇傑受傷之後 黃軍生獲得了比較多的機會 另外新秀的凌無禁偉也在預軍名單中 此次還沒有機會先發 都以代打代手的身份上陣 其實技能高宇傑的手感是有回溫的 只是目前因傷復健中 還不知道何時能夠歸隊 現在論打擊 是黃軍生的狀況比較好 當日阻殺能力 陳家居又高出一大劫 兩人剛好一攻一守 我覺得比起去年 現在的補手的戰力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從2017年開始 兄弟年年都會透過選秀選補手 從吳明洪、高宇傑、張勝豪、名無禁聞 再到去年的陳同恩 二軍養成的方向比較像是魚露軍毯 而被集中在藝人身上 如今年輕世代都已經慢慢成長 即便林明傑已防到藝壘 但還是偶爾會支援補手 總人數八位算是相當充足的 下一個來看藝壘防區 三位選手今年都有登上一軍的紀錄 主戰依舊是29歲的許季鴻 但蘇偉達竟不是家人團心中 替補一壘的第一順位 而之內也四個位置都能守的黃偉生 功能性更足 今年開始獲得了機會出賽 但以打擊來說 黃偉生跟許季鴻完全是不同的型態跟檔次的 要佔角落野手有困難 當然兄弟本身還有眾多選手能守一壘 包括王政順、杜嘉銘、曾宋恩等 我個人是最看好曾宋恩接班 但他今年因為左手勾撞虎複折受傷 近期才帶二軍復出,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來走手感 那兄弟教練團近期還有一個更創新的想法 就是讓陳子豪去練一壘 我如果很有趣也有機會實行 一來可以當許季鴻受傷的備案 二來可以把外野騰出一個空間 給各種大物門 像宋承睿、月振華都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再來進入二壘 在吳動龍轉隊之後已經是全能工具人月動華的天下 竟然因傷到五月中才復出 也因為錯過完整春訓影響的打擊表現 今年稍微有起色 目前OPUS加94.1 以中線而言算是及格的 基本上帝位無法被喊動 除了月動華以外 兄弟能守二壘的人選還很多 比較年輕的像林志剛、王正順、林瑞君 還有前面提的黃偉勝 比較資深的像潘志邦、曾惟、杜嘉明 二軍還有馬剛、張任偉都在養成中 人選應該有逼近十位之多 但以目前教練團的想法 看起來在二壘區塊還是傾向老將成惟惡為第一體補 留下一些功能型的球員 像角城最快的林志剛在一軍 其餘年輕選手先以二軍能穩定出賽為優先 三壘的狀況也差不多 雖然說王偉誠今年打得相對掙扎一點 跟去年安打王的身手有落差 可能也是受到腰傷影響 但畢竟是有實機的明星選手 又是隊長 加上守備能力就擺在那邊 我覺得持續給他信任跟出賽空間是很合理的 當然王偉誠畢竟也31歲了 算是這批冠軍核心中年紀最長的 我認為兄弟只有在提前布局跟準備 現在二軍的三壘已經有馬剛跟周偉紅可以去競爭 馬剛成長的幅度相當大 尤其是長打能力 雖然在二軍的長打率還低於上壘率 但今年的純長打率來到點130 甚至比弗來其高 其中狀況跟選球都有維持住 只要守備能力再提升起來 我覺得是有機會威脅到王偉誠地位的 周偉紅的話 其實選前就有評估過不一定能遊擊 今年已經定位三壘 感覺出來還在適應直接強度 畢竟也玩馬剛一年進來 兄弟也有足夠的時間可以給他就是了 那基本上一軍替補 做給紅偉誠王偉誠去競爭 當然蘇偉達在三壘下了不少功夫 可惜機會實在是不多 未來也有可能越來越少 我甚至可以預想到 年底的擴編選秀名單中 陶爺是台剛可以去重點評估的對象 那也最後一個位置來看遊擊 這邊有15年遊擊江昆宇作陣 連10年遊擊王聖偉都搶不到位置了 今年他的活力還更精化 目前OFS加比許劍紅還要高 但重點在於選球能力的提升 而非長打能力 跟林書玉今年的情況相當類似 去年做選秀時我們討論過 還是可以幫江昆宇找個年輕的遊擊體補 而兄弟也確實這麼做了 除了本來隊上就有林瑞君以外 還用第三輪不盡的張仁偉 而他的適應速度算非常快 已經成為二軍主力培養的遊擊手 所以兄弟是六隊之中 最不缺遊擊手的隊伍 這應該是大家都公認的事實了 接下來進入外野綁區 在張志豪老化 逐漸無法負擔守備工作之後 左外野就出現了孔缺 給了陳文傑竄出頭的機會 左外野依舊是詹子賢的天下 而右外野近期則有林書玉卡位 甚至把陳志豪擠去打DH了 雖然陳志豪、詹子賢陸續都有經歷一些低潮 但以現在的成績來看 他們還是隊上的主力 加上林書玉、陳文傑 雖然欠缺了一點長打能力 可是都能維持很好的上臉能力 並沒有誰是明顯的斷稱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岳振華 雖然連續兩年都被帶進台灣大賽 而且有好的表現 可惜回歸例型賽季卻一直沒辦法穩定上場 接著在二軍找出全隊最高的OPS家 但只要上一軍就沒有辦法很快的拿出成績 另外一個高齊帶來大巫宋成潤 今年就專心養在二軍 成為主力培養的中外野獸 比起去年在一軍帶手帶跑 這樣的方式或許能更有效讓他成長 角落外野則主要有劉桂元跟黃俊玲扛下 黃俊玲剛好也補上被釋出的邱智恆空穴 雖然兩人都是後段順位被選進 但今年攪出的成績動了兩眼 至於今年兄弟還有沒有需要補外野獸 坦白說需求性不高 因為補了通常季末就要去思考要釋出誰 但以台面上外野名單來說 沒有那種瀕臨四處邊緣的 就算老將周思琦退休也一樣 畢竟我們已經不會以怪獸手的身份 來看待他就是了 最後是投手大名單攤開 兄弟左右頭加起來平均年齡是26.8歲 衛權25而同一是26 桃園跟富邦也都未滿26歲 所以黃三軍投手是五隊中最高齡的 以輪值來說他們是未來性十足 但欠缺一個成功的案例 過去幾年不斷利用前段順位去選新生代王牌 從城虎、黃恩寺、魏碩城、宇千 再到去年的陳志杰 以上講的都是前兩輪的潛力投手 最接近成功的只有黃恩寺 可惜受到傷勢的影響 近兩年投的就很掙扎了 另外像是陳志杰 體檢的時候就發現有傷 起步比較慢 與其他俄軍幾乎沒有出賽 狀況不明 雖然城虎、魏碩城的進步幅度都很大 但在欲軍有戰績壓力的情況下 還等不到上戰場的機會 目前欲軍依賴的除了非常辛苦的三上頭以外 基本上是深圳凱文 因為李苑青、吳哲遠、廖宇忠都被拉往中繼 去彌補、蔡奇哲、吳俊偉、關大元、王一凱這些去年主力 今年留下來的大洞 但說真的 兄弟二軍牛棚有好表現的人真的不少 像李吳詠勤、江忠誠、近期上一軍的文凱成、林承軒 還有謝榮豪、關大元、蔡奇哲 其實也都慢慢把狀況調回來了 可能剛開季牛棚的表現真的嚇到教練團 那現在應該是可以慢慢多給一點信任才對 另外兄弟的左頭雖然人手夠 但在王一凱受傷之後 現在比較被信任、能丟一軍後援的只有呂彥琴 如果他未來回先發 那他們應該要試試看二軍三陣能力極強的李吳詠勤 或者老經驗的彭世穎 畢竟要在今年的選秀直接找一個左頭級戰力 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好到最後我們來整理一下方向 縱觀整個兄弟的團隊戰力 不管是補手、內野或外野 其實都是不缺人的 每一個位置都已經提前部署好 基本上有一軍主力、1.5軍的替補、還有二軍的主力 而且內野大致上是人人多守貴 年輕選手都要練不只一個位置 才能夠在高強度的競爭下生存下去 因要講的話可能只有一壘沒有放高中生竟然養 但這位置能選的人實在太多也沒有必要 所以補動這個概念是無法套用在兄弟身上的 投手的話就可以比較多往年輕人來挑 因為近三年他們選的九位投手已經有兩個被釋出 另外一個沒有牽下來 在對上三十歲投手偏多的情況下 有空間多補一些年輕人 不一定著重先發行 因為在輪值養成的已經很多 可以找完成度比較高的 看有沒有辦法更快幫助到球隊 以過往劉璃隊的策略來說 挑選在順位當下最好的選手是他們一貫的方式 但不會完全以球技為第一考量 也會透過球探去瞭解他的生活或個性 評估選手的性格適不適合自家球隊 那畢竟兄弟這次是第六順位很相當被動 以我個人首輪的沙盤推演來看 增值又有銀凱威挑不到 關鍵在於富邦、桃園同意的選擇 我覺得黃保羅跟宋家祥可能都過不了 那掉下來的應該會是吳宥辰、宋文華、黃永川三者一 假設是這個情況 我覺得兄弟直接拿宋文華的機率是存在的 雖然說他的等級沒有像當年 以正常這麼高 但在今年的時空背景下 首輪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畢竟兄弟的守護神也確實該找接班人選了 可是重點還是在於球團的評估 畢竟宋文華有豐富的傷痛使 加上球速下滑的疑慮 有沒有辦法成為一軍級戰力後援這個角色 如果可以 那以兄弟農場的深度 拿宋文華是沒問題的 若他們最終認為風險大 也有可能屯中線、拿黃永川 或者拿隊型上比較少的高中生投手 像吳宥辰、竟然一樣 除了宋文華以外 另外一個海龜投手徐姬林 應該也是兄弟重點評估的對象 根據媒體報導 徐姬林在結束跟樂天自詢培訓的合約之後 兄弟原本有意找他 可以在二軍的交流賽中亮相 但因為他染疫沒成形 後來又找他去自辦測試會 顯見對徐姬林有高度興趣 婦倫隊彭正銘也針對他的表現 給了很多評價 認為雖然九位實戰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球速最快有145、球制控球也都不錯 是接近極戰力的投手 既然這樣 我覺得兄弟用2-6的順位 鎖定徐姬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樣加上宋文華 就會不到兩位還會投手 如果都能夠在下半季投入一軍的戰場 對兄弟挑戰二連霸 確實是會有很大幫助 不過這個做法我認為有點冒險 除非台片上天分更高的高中生投手 都被調走了 假設還有像銀博環、邱瑋倫、舒志浩這樣完成度不低 年紀相對小很多的投手 我會傾向把徐姬林放到3-6再選 當然也會有被攔走的可能性就是了 中後段順位就針對特殊功能性球員來補 因為他們也沒什麼東西要補了 可以找一些隊形上相對缺乏的類型 像是下鍋投手 這早年也算是兄弟的招牌 從陳憲章、吳俊逸再到廖宇辰 今年陽將剛好找了木田合酒 確實可以考慮選秀會的下鍋投手 像林廷佑、陳宇宏、宇宣慈 應該都能替球隊帶來不少話題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預告一下第二屆模擬選秀 今年會有兩場讓你們看好看滿 歡迎大家一起來抽人了喔 我是閃利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我開了一個新頻道備用 如果你希望未來持續看到我產出影片內容的話 就拜託先去訂閱一下吧 而另外的選秀專題 我們明天見 掰